值得天堂保罗被迫害的权力机构针对他的作用在福音的扩展和他的自律 政治领导人向总督费斯图斯和总督费利克斯不会行使司法腐败的原因 因此保留受害者的不正当的判断 他是被产载链面临同样的挑战不平衡的司法系统 圣经的报道但是费斯图斯想要做的犹太人一个忙 保罗回答说你愿意去上耶路撒冷和有被审判之前的我关于这些事 因此保罗所说的我站在凯撒的审判在这里我应该来进行判断 像犹太人我这样做没有错 因为你非常清楚的知道行为25冒号9-10教训 基督徒与其他人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政府领导人损坏公民受到影响 然而基督教徒不会脸可怕的经验永远 我们将有更好的经验新的地球新的天地 上帝会创建起21冒号1-5 邪恶的人不会分享的一部分在新天和新地 他们的地方将是在地狱 因此重要的是所有的人民无论是在政府和社会与耶稣基督和接受他为主 使他们可以有资格获得完美天地到来 祷告亲爱的上帝 我真的理解是本世界是腐败的 和一个新的地球和新天将很快到来 我想参加他们 因此我忏悔我有罪 并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的主 请有资格的我为你的王国 并帮助我留 通过帮助你的圣的精神 在耶稣的名义 基督我让我的请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